好,现在开始第一到三题 每题你会听到一段话 请在低声后复述这段话 现在开始第一题 1.狮子发现兔子正在睡觉 便想趁机吃掉它 这时,狮子又发现不远处有支鹿 便丢下兔子去追鹿 兔子被惊醒了 马上跳起来逃跑了 狮子使劲地追鹿 可是追了半天也没追到 于是又回头去找兔子 却发现兔子早已跑掉了 狮子说 我真是活该 因为贪心丢掉了几乎到手的食物 好 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把一勺酒倒进一桶污水里,得到的是一桶污水。把一勺污水倒进一桶酒里,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 显而易见,酒和污水的比例并不能决定同理东西的性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一勺污水。 酒与污水定律说明,任何细微的破坏都会危害全局,我们应该在破坏产生之前及时将隐患处理掉。 酒与污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 大事业往往要从小事做起 没有做小事打下的牢固基础 是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的 会做事的人 通常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愿意从小事做起 知道做小事是成大事的必经之路 二是有明确的目标 知道所做的小事 积累起来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三是要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使自己不断进步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从小事情到大事业的转变 我一会儿 від底下来 有免费的方法 我一会儿来说 智立了 开心 在欧阳 功能 は 感谢观看 1.狮子发现兔子正在睡觉 便想趁机吃掉它 这时,狮子又发现不远处有只鹿 便丢下兔子去追鹿 兔子被惊醒了,马上跳起来逃跑了 狮子使劲地追鹿 可是追了半天也没追到 于是又回头去找兔子 却发现兔子早已跑掉了 狮子说 我真是活该 因为贪心丢掉了几乎到手的食物 2.把一勺酒倒进一桶污水里 得到的是一桶污水 把一勺污水倒进一桶酒里 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 显而易见 酒和污水的比例并不能决定 桶里东西的性质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一勺污水 酒与污水定律说明 任何细微的破坏都会危害全局 我们应该在破坏产生之前 及时将隐患处理掉 3.大事业往往要从小事做起 没有做小事打下的牢固基础 是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的 会做事的人通常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愿意从小事做起 知道做小事是成大事的必经之路 二是有明确的目标 知道所做的小事积累起来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三是要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使自己不断进步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从小事情到大事业的转变